六月初打网球时 中暑昏倒 下巴因此紧急动刀 缝了三十几针 休养一个月之后 陈奕迅也终于现身露脸 似乎恢复的还不错 港新陈奕迅超爱打球 六月初才因打球中暑 当时昏倒撞到地面 还紧急动刀缝了三十几针 在中国重庆站的六场演唱会 也临时喊咖 事隔一个多月 陈奕迅首度亮相 陈奕迅有人发出两人合照 可以看见陈奕迅下巴微微上扬 做出俏皮表情 外观上几乎看不到伤势 整体气色相当不错 近期演唱会也有机会复办 掀起粉丝的热议 另外歌手梁静炉也引起大家讨论 梁静炉日前在中国北京 举办巡回演唱会 演唱一首首经典歌曲 但唱到失恋情歌时 他突然眼面痛哭 梁静炉气不成声 让粉丝相当不舍 大家也很有默契一起唱出后面的歌词 影片曝光后粉丝纷纷留言表示 大合唱也太好听了吧 演唱会结束后 梁静炉更发文感谢歌迷 认为人生起伏快乐的 难过的 拥有的失去的都是一段路 其实痛不倒 其实痛不倒